哈喽大家早呀 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白鹿 在中国民间古时有收青鹿的习俗 今天啊我也是起了一个大岛 专门来公园收尘鹿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之前就有记载 秋鹿凡食以盘收取 咱们今天虽然没有盘 但是呢我也是专门准备了一些收集鹿水的小工具 用针管然后把树叶上面的鹿水给吸取下来 然后再灌在这个瓶子里面 你们猜猜今天早上我究竟能收集到多少鹿水 我也是挺期待的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以为我能收集到的鹿水 实际上我看到的好干 真的巨干 一滴鹿水都没有 第一次收集鹿水就失败了 我真的非常好奇 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神奇的小技巧呢 让我们一起去请教一下专家吧 农店展览馆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个地儿呢 好 老师好今天呢就是24节系中的白鹿 我们今天早上呢也试图在公园还有农展馆的园区里收集鹿水 但是我们一滴都没有收到这个是为什么呢 气候条件没有达到节鹿的一个要求 它首先呢是温差要够大 第二个呢天空中呢要少云 第三个呢不能有风 它本来这个湿度大风一吹 它就刮走了 那也结不成 所以呢它在白鹿这个节气啊 往往容易形成 就是因为白鹿的24个节气中 白天和晚上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 所以说如果有鹿珠 那大家就会去收 祭吉里有能自白病 比如说它能够擦眼睛 能够让眼睛的明亮 那是极其珍贵的 对是珍贵的 有时候呢不一定每年都能赶上 所以就说历史上的古代人呢 对白鹿情有独钟 和龙梦里头做冷香丸的时候 其中有一位东西呢 就是白鹿的鹿 那在白鹿世界 除了收青鹿这样的一个习俗之外 还有哪一些习俗呢 我们说春中秋收 人们呢就会在秋收完以后 我们会举行摄日活动 像集市似的啊 当然我们说春期秋报 就是一个感恩 因为我们今天看的丰收在旺 或者已经是获得丰收的 感恩我们的列祖列宗 来给他谢上天赐你的这样的丰收 另外一个呢 在南方一些地区 他有祭祀渔王的一个习俗 在白鹿这个节气 在有龙眼的地方会吃龙眼 他也是发现了 这是白鹿的这个使令的物场 同时呢也是人们民间的一个习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